簡單講講你的出身 其實我是本來讀音演藝 在我們香港演藝學院讀書 讀到第二年的時候 當時的經理人找我試音 試音後我簽了唱片公司 開始唱歌 為了事業放棄學院 有沒有覺得我少少可惜 當時沒有 因為我小時候太喜歡唱歌 當時就沒有 但是現在想起 可能人的年紀大了 就會覺得 其實不如教讀書 你現在說年紀大 其實現在已經大了 不要讓我養得到 你說你很喜歡唱歌 你出過幾首歌 數不完 要看看才行 以前出過一首EP 兩首自己的大碟 然後舞台劇 但是有一首歌 然後我又唱過一些福音歌 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 然後又唱過 現在最近主要是唱一些 HIFI發燒碟 OK HIFI發燒碟 和普通的大碟 有什麼不同 普通POP歌 即現在做的 可能在一些聲音 人聲 或者定位方面 他們沒有做得這麼細緻 他們HIFI發燒有 主要就是用來 將這碟 用來試喇叭 試喇叭 對 試膽機 喇叭 是對的 所以可能會在聲音方面 處理會比較要求高一點 譬如我自己這幾個碟 可能是在裡面 聽到我的聲音 會比較突出一些 還有樂器方面 會比較少一些 希望盡量聽清楚 每一樣的樂器和人聲 所以會就是這樣 我記得我們很久以前 所謂發燒碟 發天碟 地碟 通常都是用Opera式的去試 可能是classical 但是現在流行 譬如說 《蔡琴大姐》 那它們主要的靚聲 已經是為主了 接著又有很多 其實香港的歌手 或者一些內地的歌手 也是在做這件事 即是說 其實歌唱水平是 發燒階段嗎 我自己嗎 我自己是 很久的 有小孩都很發燒 都很發燒 我所謂發燒就是 是一個高水平 以前有說 例如classical 那些唱 古典音樂的 例如Purlity 即是大師級那些 他可能會用一些 所謂發燒天碟 我想 也未必的 他主要是在唱classical 不過他的處理過程 是一個發燒天碟的處理過程 對 他們一向都是 那他在賣價方面 發燒碟和普通的 我現在所知 譬如 有一些一般的發燒碟 都是跟一般的pop碟 是差不多的 但是某一些 經過特別處理 譬如SACD 可能要經過 比較特別情況的處理 就真的要貴一點 好 那當然 你家裡有更漂亮的器材 當然 我家裡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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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以前聽發燒碟 那些 或者直接說 你聽到耳聲 你覺得不覺得 腸有濕的感覺 我 因為最近唱發燒碟的緣故 我也曾經去過一些 很專業的地方 看過這些耳氣 其實打算買的 但聽到價錢之後 我就不敢買了 因為他們說是一個膽機 最簡單最普通的 都要幾萬元 然後 全套之後 是十幾二十萬 包含喇叭 定位 又有些中音 又有些裝置 十幾二十萬 我想我負擔不起 好 我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頂級器材 我正在說 幾萬元的價錢 都很貴 真的十幾二十萬 幸好 可能只是膽機 還未算喇叭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發燒在這方面 其實你會覺得值得 OK 那說一下 譬如說你發燒唱歌 那沒有演戲呢 演戲 其實如果 用唱歌來比較 那當然沒有發燒 但現在我慢慢培養 也有個興趣 其實本身我也是讀這方面 我在AKA的時候 也是讀戲劇 但剛進去讀 那時是一曉不通的 甚麼都不懂 只是進去讀 那當時的興趣 是讀書的興趣 就是去研究 去讀書 那後來實踐 就是去到拍TVB 一些電視劇 那時發覺不夠 那時覺得開始不夠了 而且開始去鑽研了 而且會培養了一個興趣出來 在那時候才開始培養 即是邊做邊學 嗯 沒錯 那我也知道你有 歌 電視 還有電台 差不多是全能 三棲 我想是一個機嫌巧合 即不是我特地去發展了這麼多東西 而是 剛巧得不巧 緣分 即是當時遇到 我這些朋友 是DJ來的 那當時是 和梁予倫是朋友 那他就叫我 不如試一下 因為我們有時候一起玩 一起聊天 說笑 他覺得我挺搞笑的 不如一起試一下 那開始慢慢做了電台DJ的事情 是的 那你有沒有時間睡覺 我 我 你做這麼多事情 我也有的 因為我沒有梁德華先生這麼勤勵 哈哈 梁德華先生一定沒有 我就有的 你還可以分到時間休息一下嗎 是呀 我都可以的 其實我又不是太忙的 不過主要可能是很多不同的範疇 我都會做一下 OK 那另外你的網頁也知道 你都挺喜歡動物的 是不是 我喜歡貓 那時候有些網頁說 你找到第三隻貓 現在幾隻貓 現在是小貓 現在很有趣 你有沒有看過我的貓 你可以出來看看我的貓 那邊有看過我的貓 是的 那本來我主要就是有一隻波斯貓 一隻摺耳貓 是的 這兩隻都不是我的貓 有一隻是我的貓 不過我忘記 這隻是我的貓 這隻是波斯貓 一隻波斯貓 一隻摺耳貓 那後來我就說 我真的想找第三隻貓 是 因為找其實都不適合眼緣 可能覺得不太喜歡 是 那很有趣 我當時住在西貢 那家樓下有一隻貓 是流浪貓 但是有頸箍的 有頸箍的 是一隻花貓 那些叫做街貓 我們叫做街貓 然後就 看到他為什麼沒有人理他 不如給他一些東西吃 給他一些罐頭吃 然後給他一些罐頭吃 然後給完罐頭吃 好像我 跟著我 我也知道當然 但是到了第二天 我通常叫一下貓 貓貓貓貓貓貓 通常貓的反應都是 留意一下你便離開了 但他不是 他跑跑跑 很開心 放在我身上 可能他吃東西 他用跟我散步 他沒有走 我在家樓下散步 他跟著我 好像狗一樣 在下面跟著我走 我覺得好像很有緣分 那我試一下 我看他沒有人養 我試一下拿回家養 放在家門口 去走廊 因為要隔開我家的兩隻貓 因為家裡已經有一個地盤 他們隔開了 我就放在澳門 澳門 冷航 冷航 冷航那裡養他 過了沒有多久 因為他有頸固 我怕他有人養 我一直都見過沒有人有反應 我便走下去問鄰居 原來是隔壁有一個外殖人士 他是一個飛機師 他剛才說我走了 不如你幫我養他 我都捨不得他 你幫我照顧他 我就順理成章地拿了這隻貓回去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自來貓 雖然它是 他剛才回來的時候有點野性 但是他越養越好 OK 越養越乖 現在最像我的就是他 他是兒子 但是最像我的就是他 但是不知道他媽媽多大 回來的時候都問過那個外殖人士 他說他當時是四歲 已經做了絕育手術 很乾淨的 因為他有人養開 所以就要去照顧 對 但是因為他們的方式 養貓的方式是讓他周山手 讓他自由 但是我們習慣在家裡養 怕他出意外 怕他病 或者吃了一些不乾淨的東西回來 就是養貓 對 所以他可能之前是很狂的 現在變成家庭包 現在變成家貓 家貓 對 那說一下你 你入行多久 你實際上有五年 因為有 我從1995年 如果 十年都 就這樣說 從1995年出唱片 現在是96年 不是 現在是2006年 都11年了 但是其實 我在十三四歲的時候 已經開始拍廣告 是 那時候你是怎樣了 經過Model Agency 是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很多人是 到處找一些女生去拍廣告 所以是聲探 對 就是聲探 但是 當時沒有那麼多人騙人的 是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多人騙人的 到後期 可能覺得這些東西賺到錢 就開始騙人了 是 那我就很幸運 我是生於 沒有那麼多人騙的年代 很清純的年代 是 我又沒有那麼容易被人騙 他叫我給錢了 他叫我給錢 哈哈哈哈 給你付錢 對 那接著就是 Casting 經過Casting 就去拍廣告 那當時也挺有趣的 就是這麼小 又沒見過大場面 那就拍了很多廣告 硬照 見識了很多東西 你有沒有 哪些可以 告訴大家 那些廣告 廣告嗎 廣告也可以 賣得過吧 我記得拍過 我拍過加頓頂竿 OK 其實這裡也會有的 Pulva那裡也會有 是 但是可能他們沒有了一條片 是 那我自己又很有趣 又沒有收藏 喔 那時候 這裡就未必有 我自己的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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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影片放在上面 就挺好 是啊 他們很好 他找不到 因為這個女生是很小的 就是 他不是說 可能當時 早就已經知道我這個人存在 又挺好 就是一個 一個粉絲對你 對你這麼支持 對 對 所以我跟他 不像粉絲 還有一個 對 我經常都跟他吃飯 就是跟他聊天 吃飯 因為他現在 他和我一起 他見到我那時候 是一個小朋友 小女兒 在讀書 但是他現在已經在做事 就是大國 那仍然都是你的粉絲 他很好 幫我做網絡網絡 更新我的東西 除了你 香港發展 還有其他什麼發展 例如中國 現在暫時都沒有 其實 最想 如果真的有機會唱歌 可以唱對台灣 唱對台灣 因為 因為 因為在我心目中 台灣人 是比較聽歌 懂品評歌曲 還有他們對 實力派 唱歌派 是會比較尊重的 香港可能會比較 狗像派 狗像派 你美女年輕 你不懂唱歌 沒有所謂的 可以逐句教你 對 逐句錄 我會覺得 我很想去台灣 因為他們尊重 就是這一類的人 但是台灣市場和香港比較 是大還是 大還是小 我覺得台灣應該大 因為他們人口很多 而且他們真的聽歌 很多人都是 但是譬如說 由香港的歌聲拒台發展 成功的會不會的角色 有些成功的例子 很多 很多 杜德偉 譬如杜德偉 他也會有很多時候 在訪問上說 他在台灣會滿足感大很多 因為他得到當地人的專注 對 我會認同他這種說法 譬如 莫文偉 莫文偉 他也是在台灣 他全部歌是很好聽的 莫文偉 另外陳小春 陳小春 他在那邊的國語歌是非常之好聽 我亦都覺得他唱歌非常之好 OK 還有 如果說一說 很多都說不完 如果這樣說 就是 語不過唐會活 即是說 你都是香港歌手 你去到台灣回來又紅些 我不是這樣想 而是我真的覺得 好像杜德偉所說 那個尊重你那個程度 即是譬如 你在香港 譬如說 我現在剛剛唱歌 很多人都可能 有一些人 可能不知道我們唱歌 即是不知道我們唱歌的出身 有 很多時候 譬如我最近 因為出了一些high-fi碟 那有些人會覺得 咦 這個人是做私儀的 為什麼他會唱歌的 因為他唱得OK 挺好 那我只不過會覺得 即是我不會 沾沾自喜的 即是譬如我出一個TV show 唱完歌 那些人會說 哇好厲害的 你唱得那麼好的 為什麼你唱得那麼好的 我在那一刻 不會沾沾自喜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不知道 我本身是唱歌 我本身是唱歌出身 基本上就是 那就是這樣 我會覺得 如果我去台灣 我只不過希望 別人覺得我是唱歌OK的 他欣賞我唱歌 是一個婆婆 是一個專業的 他不會管 有什麼緋聞 或者我漂亮不漂亮 我身材厲害不厲害 好不好 這類古怪怪的東西 就是專門去其他東西 就變成分了心 有什麼主要的問題 因為譬如你留意一下 台灣市場有很多的女歌手 她的樣子不是很突出 但是她唱歌非常好 她得到別人的尊重 她很紅 OK 是吧 有人說你唱歌唱得好 那你有沒有擺師 或者怎麼學唱歌 我其實從小到大都沒有 我想我師傅是所有唱得很好的歌手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聽歌 而我爸爸也很喜歡聽歌 我想這件事是他傳給我的 是分圖你 是的 他從小到大都聽很多 我從小到大都聽很多 他都聽很多歌 所以我是被他感染了 那你跟著唱片 對 而我們以前那一代 全部都是實力派 我們聽到的 全部都是頂尖級 唱得非常好的 OK 那我想是 就是叫做這些 真是一個無言的師傅 異如目染 是的 是的 然後就訓練到你 那其實你是否說 擅長唱哪一個另一個歌 還是什麼都可以 我 我不要說擅長 我自己比較喜歡 是一些很strong一些的歌 例如感覺很strong 很強的歌 那譬如 譬如感覺是我自己出道的一首歌 譬如挑戰者 我很記得當時 雷仲德先生 他就跟我說 他說 我想這首歌 我要王菲康口唱 OK 就是我第一首歌 他用了王菲康口唱 那我就告訴他 我的聲底 唱不到王菲康口的東西 就是 他是一個很柔的聲底 一個很漂亮的 很 好像天使的聲音 但你聽一下 我自己本身的聲音 都是很沉口的 那我說 我不如唱一次給你聽 我的演繹方法 你看看接不接手 那我利用了一個很strong的演繹方法 給他聽 那他亦都非常之 就是受落 覺得 OK啊 OK啊 就這樣去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比較喜歡的是這一方面 那也有關 每個人都一個人自己的風格 嗯 如果你說 你經常都 imitation 跟別人的話 不可能是 不可能 譬如一個監製 他想具體地告訴你 他想要的東西 對 所以他就會找一個人 來做一個 對象 告訴你 你跟他 嗯 你來過加大嗎 我上次來過Vancouver 哦 你飛短一點 飛八個小時 今次飛十幾小時 不是啊 我上次是挺有趣的 就是我先去了美國 先的 我先去了紐約 然後再過來溫哥華 嗯 然後我以為呢 就是 很接近而已 這樣飛過來 很接近而已 你坐車到旁邊就行嗎 是啊 原來都要六個小時的 我上次 更遠 對呀 六個小時 哇 多厲害 多厲害 上一次去 就主要探望我男朋友的哥哥 因為他熱了文 來溫哥華 然後再去探望John哥 姜大偉 姜大偉先生 我們就住在他家裡 很開心 哦 那你去了蘭古巴 就參觀了加拿大最美的城市 嗯 他們的世界排名來說 都算是最好住的城市 是嗎 是嗎 很乾淨 空氣很清新 而且感覺是很悠閒 你上去哪個月份 月份 多想想一下 是冬天來的 二月份 是冷的 是冷的 那二月份 就多人多 就冷到飛起了 這裡再用一點 是嗎 我也知道了 因為我來之前 有個朋友 鄧達志先生 他是設計師 他說他媽媽在多倫多這邊 他說他每次來都是 因為我告訴他 我不是直航來多人多 我是飛去蘭古巴 然後再回來 他說為什麼你不嘗試 去北極 然後再下來 我說為什麼會 天涉到北極 他說因為上了北極 下來會再近一點 他說哎呀 我真的很想嘗試一下 因為 一輩子 譬如我 我真的不會去北極 每個站經過一下 挺開心的 他說北極可能就是阿拉斯加 可能是 他就是說 上北極 停留一會兒再下來 對 這次 我知道你來多人多 主要是跟 張偉文的演唱會 做一個嘉賓 這次要想著 有多少首歌會唱 這次會唱六首歌 因為這個演唱會 主要都是一些懷舊歌曲 可能對象都是成熟一點的朋友 所以選擇的都是一些 成熟一點的歌曲 比如呢 我剛才所說的 我小時候聽的一些 很有實力的歌手的歌曲 比如有陳潔玲 Elisa的《今晚夜》 也會有我其中一個偶像 葉德閒的明星 也會有 全部我選的都是偶像 偶像級的人馬 梅艷芳的《飛躍舞台》 還有 這個是主辦單位 老實以為我選擇的 譬如是《千千決歌》 我想他是想演唱會的氣氛 陳潔玲 沒錯 另外 譬如CY 因為老實CY 據說 可能Donald哥哥 他選一些歌 比較文靜一點 你可不可以選多少快歌 自首歌快一點 會潑一點 我就選了《瀟灑仔》的《會》 OK 這個是葉詩文的 是的 現在會跟Donald哥哥 唱一首歌 《冒演的結局》 這首歌很熱 我們昨天跟Donald說 這首歌 最初電台不是這首歌 每天的結局 為甚麼呢 他說 原曲不是原創 所以沒有怎麼播 誰知後來 有些觀眾的請求播 就很難 即是K歌來的 K歌之王 真的 真的 也好 其實 你知不知道 張偉文 今年是第三年來 是 我這裡 CY 找到他 就保護了他 現在都是我們多人多粉絲的王牌 這麼厲害 是啊 這次你來 可能有機會 成為我們多人多的王牌 我希望 我也希望 他能夠 譬如 張偉文去上 去年也是九月到來 嗯 不久一年他又可以再翻唱 是吧 變成了 也有個 我見到很漂亮 很漂亮 我想最初步的 不用說一定要去到王牌 或者什麼粉絲 我其實 希望大家認同我 是唱歌的 對 因為我想有很多朋友 譬如看到這張海報 咦 劉品莊 他懂得唱歌的嗎 是 我會覺得他是主持 主持而已 懂鬼唱歌嗎 是 我希望別人會回應我 我是唱歌的 接受我是唱歌的 有沒有機會 跟我們清唱幾句 你想我唱什麼歌 其實我沒有所謂 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 我很不害羞的 可以老實說給你聽 哈哈 作為我們 當日網上電視的觀眾 當然是想聽一些 拿手本戲 你有沒有 你哪一首歌唱得好 就是 可以表現到你 你這樣說 我通常都是習慣點唱多些 嗯 讓我想一下 有些什麼歌 先 你點唱啊 我又留不到 我點唱 你有沒有網友點唱的 因為其實呢 我們習慣了做節目 是真的會有人點唱的 是 那 我在電台做過差不多四年的節目 這個節目叫人間定價 我們會直播 是 我們就 他們來什麼歌 他們要我們唱什麼歌 我們就唱什麼歌 即刻唱 不用唱什麼都不用唱 我們是強項的 強項的 你自己的歌 剛才你說的 都是唱人家的歌 哦 我自己的歌 剛才所說的是 《挑戰者》 那就是《挑戰者》 讓大家聽聽 真的要唱 來到了 是 對 情愛哪裏會有尊你 請把你的愛給我 使愛也給你 難度要給他多謝 再多一謝 令第三者心死 我自己的歌 我自己的歌詞不記得 超級 哈哈 小唱 反而唱人家的歌 是比較多的 對 對 不過我們 你不是很 譬如說Marie Cadero 那些很大文 很氣 很長 我喜歡的 其實 說起一些偶像 譬如說 Marie Cadero 都是我聽歌的 會選擇 因為我覺得 她的聲線 是很紅 而另外一個 她的身影都很適合 而另外一個我最喜歡的就是杜麗珊 對 Toronto 對 我很喜歡她 但她應該在香港發展 多於在這裡 對 多一點在香港 譬如她每次來香港 譬如她有演出 我都盡量會去看 有時會跟她吃飯 跟她聊天 她是很好的人 會跟我們聊天 會說張哥的技巧 大家交流一下 對 不收錢 對 對 她在這裡收很貴 我想她是想跟我們交流一下 這樣就不收錢了 對 你有沒有什麼 譬如說 長遠的計劃 例如三年有什麼想做的事 嗯 三年想做 其實沒有 因為 因為 我想人 年紀越大 越沒有這件事 是嗎 以前可能會 小時候會想想 到多少歲 我就要結婚了 到多少歲我就要生兒子了 到多少歲呢 我以為自己是屋 到多少歲呢 就退休了 但原來 人越來越大 會覺得 有主導過來就吃那些東西 可能就是 看開了 平淡了那些 對 會覺得 沒辦法的 你預料不到的 有時你放些東西下去 寄望越大 你其實失望越大 所以我 暫時來說 我都沒有說 有什麼長遠計劃要去做 在你十一年的演藝生涯 有什麼起跌 有啊 我普大起跌 先看看 其實 如果說 其實未必說 叫做是起 只不過是 我出道的時候 都挺順利的 OK 我一出來的時候 可能遇到一首 挺好的歌 當時 Mark 雷仲德 他 他幫我寫了剛才的歌 其實他受歡迎程度 其實挺高的 很多人喜歡這首歌 所以我是彈了出來的 新人群裏面 我是彈了出來的 OK 當時都會覺得 咦 真是OK的 原來 你有這件事實力 有些東西握在手 你是會 真的會 會紅到出來的 OK的 我不叫你紅 但會覺得 彈了出來 會被人感覺突出了 那好吧 一號紅心臟 我自己知道年青人 會覺得 好 我只要一邊做好一點 一邊 try my best 我就會做到一個 對 對 我會 aim到 我真的可以在紅館像素 我可以好像有偶像梅艷芳 那 誰知道 做一做一下 原來發現 可以踩壁了 這個社會 原來不是我所想像的 這麼簡單 譬如這個圈 除了實力之外 原來要靠很多很多東西 對 我可以說那些是 一真的要付出 而那些付出是我未必能夠接受到的 OK 原來真的要靠很多這些東西 那開始就越來越差了 而且經過我和經理人有爭吵 他封了我 去阻止我唱歌 我就已經停了 即封殺了你 對 他封殺了我之後 我是停了五年到六年是沒得唱歌的 那幾年呢 是低得很慘 即譬如 我一路已經有一個幾好 即生人群裡面 生人群裡面都算幾好 然後逐一聲沒有了 不見了 那個人好像 因為封殺了 每一間蒸發了 那些人覺得 咦 那個羅文莊去了哪裡 那我就一直都停止了 我去了幕前的東西 是 我去了電台做幕後 為什麼我會在電台出現呢 其實就是因為那段時間 我不能夠做幕前的東西 我就去了電台做幕後的東西 哦 那就是一路 喪時不出鏡就可以了 一路見到同期的歌手 他們有些走得就走 有些就起了 其實我同期的有陳惠霖 陳曉冬 五姑娘都是我那期去唱歌的 哦 是了 然後我下一期 就有陳奕迅 楊千華 哦 那見到 我就坐在電台那裏做辦公室的東西 是 但是我那些同期的朋友 已經 個個都一直起著 一路起著 一路好著 現在 個個都做了一哥一姐 是 其實我是跟他同期的 是 我只不過是一個 人家看著海報 為什麼這個人會唱歌的 這個人會唱歌的嗎 他主持而已 這樣 這個是一個心理很大的衝擊來的 有一段時間很低落的時期 我曾經懷疑過我是有精神病的 當然是嚴重點這樣說 而是很低落的人 很depressed 見到 我當時的男朋友是做唱片公司 那 他會跟我討論一些 新人 或者是見到有些什麼 唱歌的人 那當我見到一些人 是不懂唱歌 或者是不尊重唱歌時 我會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 好 跟男朋友吵架 因為這件事而跟他吵架 那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精神病 那 那 還有 對任何事情都很沒有信心 就是 面對人 不敢正面看人 什麼都很不如意 很不如意 譬如在電台 盡量都避開 不跟別人正面打招呼 或者有時只不過是 有時只不過是 自我封閉 有時只不過是 表面裝出來嘻哈嘻哈 很開心 其實一轉頭說 說出一些關於自己的 career 的事 我就會哭得很厲害 那 那 depressed 的時候 那 那後來 怎樣在谷底上來 後來 那個 不是事業在谷底上來 是 只是個人 心態 在谷底上來 為什麼呢 就是信主 那其實我在讀APA的時候 我已經是信主了 那 我是一些APA的師兄學長 他帶我信的 那 那當時都OK的 一直都很好的 但是後來 其實入了行之後 你沒有時間 再去 再去你這件事 其實是放下了的 就是我心裡 是沒有了神 那但是到這個 depressed的時候呢 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一個 又是一個APA的學長 聊天 那我告訴他 你聽我面對人沒有信心 我現在 譬如就算你叫我上台 說話 上台唱歌 我都很沒有信心 對著觀眾 你不如試試看書 那個師兄說 我看什麼書 你不如試試看聖經 那我就開始又看回聖經 那看回聖經 你會覺得 那個人可以充實 然後就開始 不如我去祈禱 祈禱多些跟神講話 跟神講話 那可能有一次 又是工作 那我又要開始 面對幕前 因為開始走出幕前 做DJ的期間 那我要上台 面對很多觀眾 是啊 我未上台之前 我跟自己說 糟了我真的很害怕 我一定不敢抬起個人 到頭去面對所有人 面對很多觀眾 是啊 然後我就祈禱 祈禱 我神我 我沒有信心 我希望你在背後看著我 或者只要你在那裡看著我 我就會有信心的了 你一定要在那裡看著我 那我就上台唱歌 我真的感覺到 他在後面 在那裡包著 對啦 他是包著我的 他不是在面前看著我 他在後面一邊包著 有一股力量在後面包著 我當時同台的是有容祖兒 雖然他是一個 當時很偶像派 有很多人很喜歡他的歌手 但我都夠膽站在他旁邊 就是跟他鬥唱 哦 那我都很記得 我下台的時候 他唱片公司的Manny 跟我說 你唱歌手很厲害 雖然可能沒有下文 就是沒有下文 但我覺得他也是震慎 他不是說無端端擦鞋 那些事情 他沒有需要他的地位 是不是 那你剛才說 經歷人的關係 不好的關係 就是這樣 封殺了這麼多年 你會不會很癢 我其實有一點點癢 但是 那些人經常都說 你癢是沒用的 因為癢只會令你更加不開心 所以我現在又沒有這份的感覺 對啦 沒有這份的感覺 只不過是 我有時候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我很悶 但是我覺得 可能這條路 這條這樣編排出來的路 是 是神叫我這樣做的 就是神鋪排給我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和我同期的很多個歌手 他們被狗血的筋 被人屈 被人寫 其實那種承受的壓力是很大 還有很不開心的 還有一些藝術是沒有拖爬 因為他經常都被人寫 他跟誰跟誰都在一起 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被人寫 但我有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我現在很享受我現在的生活 我很喜歡自己一個人逛街 我開心心 不用說 你喜歡你自己做的事 對啦 我可以在街邊刺魚蛋 沒有人理我 也不會的 也不會的 我OK的 現在我很接受這件事 我很享受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 是神叫我這樣走的 他可能反過來是保護我 他不想我受這些不開心的 雖然有幾年的挫折 但是管理人員還是定得順的 對 對 因為我相信了 對 因為有主題 他們說過不了壓力 被自殺 也有些情況 對 我想那些要 除了自己之外 其實旁邊的人都很重要 因為譬如像我這樣 當時如果我沒有這樣的人 告訴我 不如你試一下再祈禱 再去看聖經 或者是 其實當時我的男朋友 以前我上一任的男朋友 他都會包容我 對 如果他不包容我 我可能很快就會 嘔 嘔 對 對 都挺好的跟你說 挺開心 很直率 多謝你 可能有做DJ的經驗 令到我的訪問做得很輕鬆 多謝你 多謝你 我只是說而已 美姑 多謝你上來我們 多人多節目 是 希望你這次在多人多的第一次演出 你會來的吧 會 不單止你看完會來拍 好啊 好啊 多謝你阿Joe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加拿大 好 因為你也有一個好過加拿大老闆 是呀 他很好 他給我機會 多謝CY OK 拜拜 拜拜 你 不算是 你 會 誰 他 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